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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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 Talkman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什么东西呢 难道是这张MD吗 不是哦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这张MD底下的这台东西 哇 故意放这台MD 这个MD片在这里 主要是当个比例尺 让各位可以知道说 今天要介绍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小 那实际上它的 它的这个体积的部分 是比这个MD还要小的 好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好 这个东西呢 首先先看一下它的外观的部分 各位可以猜到是什么东西吗 好 这个外观如果各位 有些人应该会对这个图案还 会有一些印象 这个是一个卡比之星的图案 好 那为什么一个卡比之星的这个图案 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主题吗 嗯 没错 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这个卡比之星他所推出的一个 这个应该是他的专辑啊 然后他是用play button的这个方式来呈现 那play button是什么 play button呢 他基本上是他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他是基本上就像一样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基本上是一个MP3的播放器但是呢他做的很小 好 那而且他是做成像这个胸针的这个图案 胸针的图案 好 首先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台 卡比之星的这个play button 好 各位看一下实际上在我手上的这个体积啊 面积的部分基本上是真的很小的 好 那他背面的部分就可以看到 哇 背面的部分真的是相当的漂亮 这个整体这个闪闪动人的这边有发现他写一个play button 这个play button呢基本上就是这款这个播放器的名称叫play button 那特意的做成这种胸针的图案 你真的可以去别哦 一般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胸针呢把它别在 可能你的衣服上或是你的包包上 好 那他要如何听呢 好 你看他在这个背面屁股这个地方有一个插 插孔 所以很简单 那你就是别在你的衣服上或是别在你的包包上 诶 耳机孔一插 马上就能够使用了 那后面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按钮也非常简洁 他有哪些按钮呢 好 基本上就是有这个play键 快捷键 跟 后退键 那剩下这两个键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键呢 左边这个是可以调EQ 这个可以调EQ 右边这个是Reset Reset 诶 那也要怎么调音量呢 调音量基本上就是用快一首的长按 或者是 后一首的长按 好 长按的部分就会变成这个音量的调整 好 我个人是觉得这一款的这个随身听的设计啊相当的特别 好 那他还附有什么东西呢 好 基本上他就是附了一个这个 USB 好 基本上这一款USB啊 这款USB它可以是让你用来充电啊 只能充电用 好 能充电用这个你这个地方基本上你可以放个那个行动电源或是接电脑他都可以来做充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这个说明书啊这个说明书里面附了什么样的东西 好 这个说明书呢我们把它打开来 后面这个地方是一些注意事项啊 好 那我们看前面这里 OK 前面这里的话基本上告诉你 这些的功能123456这几个按键 按键的功能基本上就是我刚跟各位都有提到过 好 那 OK 他这边告诉你说你在连接电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你这条线啊必须要先插在你这个play button的屁股 先插在你这个play button屁股之后呢 再去插你的电脑或是行动电源 好 你千万不可以反过来 先接到 电脑或行动电源再接这个play button 他的图示告诉你说好像是不能这么做的 好 没关系 那这一台呢 那我们来实际来跟各位来操作看看好了 首先我先跟各位提一下 他做的这个质感相当的精致喔 而且 我这个USB当我充电的时候 他实际上这个地方会有一个LED的指示灯会在这边闪 好 我直接来示范给各位看一下 好 我现在这边有一个行动电源喔 那我直接把他插进去试着看看 如果说在充电的时候他出现怎样的状况 OK 实际上他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灯在闪的 如果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灯太亮了 所以你可能看不太出来 我把这个灯调暗一点 大概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诶 有一个这个灯在闪 有一个灯在闪 这个就代表说他现在正在充电 在充电 好 那把这个灯把它调亮一下 好 那 基本上 我们已经充好电了 好 那我们就来 实际来聆听看看这样子的东西听起来的感觉 会是怎么样吧 好 那我们就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这个设计啊 我觉得真的是设计还蛮不错的 因为他其实背面看起来相当的蛮有质感的 这个play button的mark在这里 然后他的这个按键也非常的简洁 那封面的部分 基本上他的设计就是 你这张专辑的封面 基本上这个play button的这个播放器好了 他其实你要说他播放器或是专辑也可以 因为他基本上已经被唱片公司把它当作是一个专辑来发行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play button在一些日本的专辑 或者是韩国的专辑 像一些流行歌手 比较有名的都会有推出像这样子的一个play button 比方说日本的话像这个安市奈美会啊或是兵棋部啊等等 都有推出像这样的专辑 那他这种的专辑就是说 一张专辑呢就是一个play button 那你他有做很多张专辑就很多张play button 就是让你就是 比方说你今天出门呢 你就带了这个徽章 带了这个徽章 今天就是听这张专辑 好那你要换其他专辑的话就直接带另一个徽章这样子 好那 我觉得他这种设计的创意还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的 好那 可能很多人会想要问说 那他既然是一个MP3的机器 那我可以自己去更换他里面的歌曲吗 好 我稍微做了一些资料 因为我自己拿我这个 这个传输线啊 把他接上电脑之后我去测试一下 那我发现我的电脑是没有办法 读取到这里面的东西的 就是连产生的资料夹 看里面是什么都不可以 那我后来有去查一些资料 看起来他当时在发行这个play button的时候 就有分两种版本 你如果拿到的 拿到了这种这个传输线是白色的 那就代表 他已经把你这些资讯都把它封闭起来 那有另外一种你如果可以看得到里面的资讯 而且你也可以自己把你的歌曲放进去 或是把你歌曲删掉 也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去筛检这个里面的歌曲的话 你拿到的这个这个传输线是黑色的 所以这可能是因为有些厂商想要保护他的一些创作啦 不会让一般人就可以把这个音乐在市面上做流通 好那所以各位如果喜欢的话你要去购买的话你要稍微注意下你如果想要把它不仅仅当作一张专辑而是来当作你自己心爱的播放器的话 那你可能要找他这个这个头是黑色的那个版本 好 并不是说换头才有用哦 而是说他当时在设计的版本的时候就已经有分里面的音乐是open还是closed 只不过这个插这个接头的颜色来可以来帮助你做区分 仅此而已啊 好那我个人觉得我今天真的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凶章的 好你走在走在路上啊别在你的音符上 哎人家在等公车啊或是等等捷运什么时候 突然想要听音乐的时候耳机一插进去马上就可以听哦 好那今天跟各位介绍的这个play button就到这边啰 希望各位会喜欢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 好那我们MD Talkman下次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